做電的話一般都是走地上好過走場的 所以最好當然是灌地板 江修顧問 我不想搞地板但重新鋪電 如果電頭經常走行不行 理論上是行 那實際上呢 省不了錢 那只是換電線呢 未必換得到 是不是想我解釋一下 如果想保留現有地板 基本上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就是用舊的電頭穿新的電線 理論上是可行的 不過你有不少師傅都會在佈價階段 不敢踏實護主 那又為什麼呢 因為要換新的電線都是要拔走舊的電線 但電線會有機會因為老化 砂石 又或者例如上手違規用達線等等的原因 而拔不走 這個情況就要去到打拆的時候才知道 如果在佈價階段答應了護主 入場開工才說做不到 或者要加錢的話 那就容易影響雙方關係 所以很多師傅都會搭不實 又或者直接說做不到就算 第二個做法就是新造暗喉 不過就走長身和天花 理論上都可行的 不過實際上就取缺於具體的情況 例如長身的厚度 最起碼都要有四至五吋厚 而在省的過程亦有機會會打穿長身 而師傅所產生的額外費用 很大機會都會比保留地板省得多 因為起碼在地面鋪喉是不需要打坑 其實從我們裝修顧問的角度去看 這個情況都可以避免 大家可以在佈價階段定好三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不行 第二個方案 如此類推 以及列明當中的收費 護主又清晰 師傅又不怕被護主誤會 那就雙贏了 下次再見